桃園斯 學家師傅 以北空運年代 做好運營運工 傳承的疫苗醫生 也會做提供技術 運營賄賂 文化提供人機的規劃社企業 總統蔡英文 平民起運營運工失策 他說希望桃園斯 實在損失的到 潛展規劃的醫生 和運營建設做 具體性的學家運工 我問他跟認識 在桃園斯提供的學家會用命力 桃園斯 學家求職 總結案 同總統蔡英文 說明 學家中運營運工的 建設醫生 希望當年潛展技術 建設計畫運工 為整齊三億英元的金費 總統說希望安永的傳統 活用學家文化 做在第二次的計畫 當中 打造成台灣 青春郵位學家提設運工 環節傳統又充滿特色的海洋 客家元素放進來 把永安渠港 達到成為台灣最重要的客家渠港 提供文資工作者 共議員說希望在 計畫進行世界 同提供度交通 做得更新採體 韓國前女政部眾 李鳳彥 會對潛展技術提出經營 因為政府 英國會先讓潛展技術 推特轉機 聽說的信通轉價更高 能夠轉價評估更好 再夠來投資 總統蔡英文協調 上學運輸的發展 就要潛展 投資台灣就要潛展 政府聽從會保持 問題的揣真 沒有在流自身的問題 將為了建設 韓國希望留本自身 沒希望 預言運工 為了台灣一定 從有的客家運工 那一處通潛展技術 建設計畫的 從有自拍 客家節目 軟塔 投言波投